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钟声里哭的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现在讲的是第四段三叶供养还没讲完 因为后边还有句诵 刚才是说到东方的五百万亿大凡天王 他用他带来的宫殿来供养佛 所以花供养亿各亿宫殿奉上彼佛 这个我们也得好好地想想 宫殿那么大是不是端在手上 表示供养 我们雄发灯狗都拿着手上 供佛 这么大的宫殿是不是拿着手上供养 也许他们大凡天都有神通 可以把大的变小 本来很大很大的宫殿 现在把它缩小了 用过神通 小小的 好像那个玩具 我摸下 供佛 只有这个办法了 否则怎么样供养 你想想我们一个别说是其他的地方 我们普门讲堂这么这些房子 我们要拿来供养怎么拿 怎么拿 那天然住的宫殿必定要比这个大个十倍百倍 恐怕还不止 他们那么大的宫殿他要拿来供养佛 他要怎么供养 他不能说我摆在那边 你看看我这个东西就供养你 也不能这样子 你必定要表示公斤嘛 端在手上供养 我看只有变小吧 大变小 把它缩小了 好像那个玩具一样 捧在手上供佛 供养了 然后佛接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挪起来 一个一个挪起来 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把四天王的波 这样子挪起来一样 五百万亿个天王所供养的宫殿 把它整个合起来变成一个 那么然后佛一样有神东 他要让他大小都可以 要住嘛 放大一点 不住嘛 把它缩小啊 就摆在那里当玩具 当古董 也蛮好的 这是我们反复想象的 当时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你不要把我讲的当真 不要把我讲的当真 因为我不这样讲你们会爱困的 那么用这个方法 我想我们凡夫用这种的图像 可以想通了 否则这个实际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呀 实际情况没有办法了解 我们只好用这种图像 那么用凡夫的图像 把它想通了 当时可能会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把宫殿供养之后啊 对佛说 而作誓言 唯见哀明 饶于我等 唯是单单的 内心的期望 所以这个唯字啊 要用心字旁的 不能用口字旁 这个中国字 这个方块字啊 它每个字的用途都不一样 同音字 唯 单单的唯 口字旁的唯 跟这个树心旁的唯 音相同 有些地方用途也是相同 可是在这个地方啊 用途就不一样了 这个唯见的唯一啊 可不能用口字旁的 这个要懂得这个道理 读中国书 读中国字 这一点要懂得 这个唯只能用心字旁的 绝对不能用口字旁的 因为那个口字旁就是单独而已 这个唯一啊 是内心的期望 不但是单单期望 而且是内心真实的期望 它有心字旁的唯一啊 表示有恭敬的用意在里面啊 一言恭敬 所以这个文字都要用得恰当 看摆在什么地方 现代人写字很奇怪啊 随便乱摆啊 他把这个本来摆在上面的 搬在旁边 情况不一样了 例如说这个公园的 那个人缘的缘呢 委员的缘呢 上面口字下面背字啊 如果你把口摆在旁边 你看看什么字 把那个园林那个园呢 地名的园林那个园 口不是在上面吗 背在下面吗 口在上面呢 现在你把口摆在旁边 什么字啊 能不能再念缘啊 不缘啊 所以中国方块字 必定要懂得懂得它的用途 每一个字一笔一画 一点都有关系的 那么所以这个中国字的奇妙 它的用途是广 也能启发人的智慧 而且能使人开悟 原因就在这里 我也是单单期望 内心的期望 希望佛看到我们这些天王们 哀鸣我等 哀是佛 怜悯众生的那种的慈悲心啊 你不要把它看成悲伤 看悲伤就错误了 就是说佛大慈大悲啊 看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还没写脱吗 那么我现在是为众生而来供养 怜悯众生 求佛慈悲 怜悯众生 使我们大家得到逢饶的利益 饶益 我等 饶 逢圣 得到很逢圣 很大的利益 饶益 我 大方天王自称 等于一切众生 希望佛说法 就能使众生的大利益 现在我把这个宫殿供养佛 也供养的功德 回向众生 一切众生同样的大利益 饶益我当 首先宫殿 宴锤纳出 我献上奉上的宫殿呢 希望佛慈悲 能够用我的宫殿来做住的地方 纳受 而且还要住一住 那接下来再放大 放大到里面去逛一逛 然后再把它收起来 十诸 翻天王 祭佛前一心同生 一句宋言 赞佛了 下面就是赞佛 那个时候这些天王们 大方天王 同时 随时就在佛前 供养之后 专一起心 异口同音 说出下面的句宫 来赞佛 这一摸也就够好听了 一个人唱就够好听了 何况是五百万一个大凡天王 异口同音 同样的音调 同样的声 同样的声音 说出下面的句宫来 没有翘木鱼 不晓得整齐不整齐 可是他们一样能够欲口同声 说出下面的句宫 好的他们有神通 如果我们必定是长长短短了 你我无佛了 情况都不一样 他们都有神通 大家很整齐的念出下面的句宫 来赞叹佛 世尊省西游 南国的子一 世尊就佛了 西齐少游 不晓得多少时间才出现一次吗 西游 很不容易遇到 子一 就是碰到 遇到佛出现时间 很不容易遇到佛出现时间 显示 佛法难闻 要见佛很不容易 不常见佛 具无量功德 能救负一切 赞叹佛 佛具足无量功德 福慧庄严呢 福慧庄严 当然福德也无量 智慧也无量 具备无量无边的功德 万德庄严 而且佛大师大卫 救度一切众生啊 所以能救负一切 救 救度 负 负持 又救度又负持 一切众生 天人之大师 哀鸣于世间 佛是天人师啊 十号里面有天人师吗 人间天上一切众生的大师 本来大师都是对佛的尊称啊 后来对祖师也称大师了 慢慢慢慢 现在连普通一般的高僧大德都会被称大师 在从前不随便被称大师 对佛称大师 现在这个大师是指的佛 指的这个大通之圣佛 大通之圣佛是天人师 所以是人间之大师 哀鸣于世间 慈悲 怜悯 一切众生 在世间中啊 来说发度化 死方诸众生 普皆蒙饶意 那么佛说发度化众生 死方众生都普遍的 通通都能得到蒙受到佛的 说发 法语的滋润啊 得到普遍的甘露 法语的滋润 丰饶的利益 上面都是赞叹佛 下面是说明他的来供养 首先的供养 我的所从来 五百万亿国 是身禅定乐 为供养佛国 我五百万亿大凡天王 等 就是指他们五百万亿等 这些天王们 所从来就是从东方来 他们从东方来的五百万亿的国土的天王 他们都在出禅的 翻天享受天上的禅定之乐 他们出禅呢 出禅在禅定境界中 是非常的快乐的 他把这个禅定之乐把它舍掉 暂时停止禅定之乐 不享受禅定的安乐 而到这边来供养佛 这是身禅定之乐 身 指这个禅定之乐很深厚 很殊胜 很深厚 他的身后 殊胜的禅定之乐 他把它舍掉 舍掉而跑到大通智圣佛这边来 做什么 为供养佛国 我们就是 为了要供养佛 所以才来到这个地方 我的先世福 宫殿审言时 敬意奉世尊 为愿哀纳受 这就说明他把宫殿供养佛 主要就是带来的宫殿供养佛 期望佛能够慈悲接受 我们这些大方天王等 先世 过去世 以前修的翻天的福德 福报很熟生 翻天的福报 圣格欲界天多多 所以他的先世 所求的福德 很熟生 那么得到 升到大翻天 做天王 那么宫殿都是很庄严 装饰的很熟生 宫殿 审言 宫殿宫殿宫才能够 protesters 他们所具的那种活 méthode 今一奉世尊 现在哪来都供奉奉献于大东至圣佛世尊 我愿爱那说 我单单期望佛慈悲 接受我的供养 把我所供养的这个宫殿都接受下来 这是一方面赞佛 一方面也表示他的供养 一方面也说明佛出现世界很不容易 这是第四 第五 秦转法轮 他们来意就是秦佛说法 成佛了 成佛必定要说法 没有说是成佛而不说法的 那么说法必定要有人情 表示对法宝的恭敬 佛平常说行菩萨道又做不请自有 没有人请你上前要立即为众生说法 那么佛成佛了 为什么要等到人情才说法 不是佛要求翻天来请 佛没有要求他们来请 不是说我成佛了 你们来请我说法 没这个事情 佛并没有这样宣布 并没有说我现在成佛了 你们来请我说法 你不请我就不说 没这个事 佛并没有要求大家来请 没有要求翻天来请 那么翻天为什么来请 他们有愿 有愿 行菩萨道 大菩萨 就是初发心的菩萨 也有这个心愿 各位有没有念过 华言进普贤行愿评 普贤菩萨十大愿 那十大愿 最起码那个明目总知道吧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共养 第四忏悔业障 第五水起功德 第六是什么 情转法轮 第六就要情转法轮 普贤菩萨十大愿 是一切菩萨都要发这个愿 无论哪一位菩萨 行菩萨道的时候 都要修菩 普贤的修法 都要行普贤道 那么普贤菩萨十大愿 在初发心的时候就发了 因为他在行菩萨道 初发心的时候就发愿了 要请转法轮 凡是有佛出现时间 时间有人成佛 那么行菩萨道的菩萨 不管你在哪一个阶位上 知道时间有佛出现 就得去请佛转法轮 请佛说法 表示他对法宝的恭敬尊敬 所以十大愿里面 第六就得请转法轮 在修音的时候就发过这个愿 前面说过大方天王都是第八地菩萨所继位的 都是第八地菩萨继位在大方天 做天王来行菩萨道 那么他因地既然发愿要请佛说法 尤其翻天的愿 他有这个大愿 凡是佛出现世界他必定要来请佛说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菩提寿下呀 我们这个深切天的天王也是来行的 梵王第四都来请佛说法 请转法轮 情况一样 所以大方天王他要请佛说法是他自己的愿 他的愿 应当这样做 并不是佛要求你们要来请我 我才说 没有这个词 而是翻天自己本心所发的 因地发的大愿 现在应当要这样做 所以要请佛说法 那么因此下面大方天王供养之后 就来请转法轮了 下文就是第五 请转法轮 请佛 转法轮就请佛说法 转法轮的意思就是说法了 请佛说法了 那么法轮的意义上次讲过了 不必 再讲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法轮 好好转动你的法轮 不要忘掉 而是诸犯天王 聚战佛仪 各作誓言 那个时候五百万里的东方天王 那些大方天王 用聚送赞叹佛 前面的聚送 虽然是供养 用意主要是在赞叹佛 以这四手聚送赞叹佛 完毕之后 各作誓言 大家各个共同的音声 请佛说法 誓言 直下文的话 我愿是转于法转于法轮 你慈悲呀 你既然成就佛道呀 为了度化众生 希望你 四肝落鱼 这个吹大法罗 说法来度化众生 所以专法轮 那么说法主要就能度众生 使他脱离苦海 离苦得乐 所以度度众生 度众生的写托 开涅槃道 涅槃 约就近佛国说 亲政就近佛国的 诸法的离体 那就涅槃 约理说 涅槃 约智说 菩提 开涅槃道 就是开示人天 涅槃之路啊 使令众生 关恶趣门 把恶趣之门关起来 善门整个打开 还要就近去向无上佛陀 佛国的 就近涅槃之门 把这个路打开 去向于就近佛国 那么意思就是说 渡众生都到成佛 希望能够渡众生啊 不但是得到写托 而且就近成佛 开涅槃道 开涅槃道 打开这个涅槃之道 那么打开这个涅槃之道 希望众生都能成佛 那么这就是这四句话 就秦转法轮 使诸犯天王一心通生 而说句言 用文字 用言词 请佛说发之后 然后再用句诵 请佛说发 秦转法轮 再用句诵说呀 表示他 诚恳自己了 诚恳到极点 他诚恳的 请佛说发 下面说出一首句诵来 秦转法轮的 祭诵 世雄两族尊 唯悦焉说发 于大慈悲力 度苦恼众生 世雄 就指 大通至圣佛 世出之间 是个唯一 最熟悉的 这个大雄大利 大慈悲的佛头 两族尊 佛的智慧 究竟满足 第一句是战佛 也是尊称 那么然后请佛说发 就秦转法轮了 唯愿 单单其妄佛呀 言说 唯妙的佛法 把你亲自的妙法呀 说出给大家听 那么以佛的大慈悲 无缘持同体悲 所以叫做大慈大悲 用你的无缘持同体悲的 大悲 大愿力 来度世间苦恼的众生 说发 来度苦众生 请佛说发 就请转法轮 这是第五 第六 如来莫习 既然是大方天王都请佛说发了 佛就答应 答应他不许说发 不用说 不说话 坐在哪里 默默的 默默的坐在哪里 没有表示 这就是表示要说发 莫习 莫习 莫就不说话 不说发 就表示许可 好的 我会说发 但是不用言辞表达出来 大通 而是大通至圣如来 莫然许之 这就是如来莫习 第六 如来莫习 那个时候 大通至圣佛接受这些东方五百万亿大方天王的要求 那么他虽然没有说出话来 坐在哪里 唯唯唯不东啊 默默的就表示他已经答应了 许 答应了 许可了 答应要为众三说发 因为死方天王要整个来整齐了 然后才转法轮了 现在只讲到东方 死方是同时的 那么文字有次序有前后 先说东方 东方说完了 再其次 东南方 按住这个次序 东方 东南方 南方 这样子一直到上 西南西北 一直到北方 然后下方上方 最后是上方 东方 大方天王的要求 请罚 说过了 下面是东南方 东南方的文字大致相同 除掉句诵里面有少少不同之外 其他文字大致相同 好好的听了 我相同的 我就要念经 我要读经 如果都一一这样讲下去 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相同的不能说太多 说太多了 你们会觉得重复了 好像没有话讲了 讲了讲去就是这么几句 所以这类的相同的话 念过去 下面是东南方也是一样有六段 第一 杜瑞金汉 又 朱比丘 各位记得 这个朱比丘是谁讲的 是谁讲的 是释迦牟尼佛呀 你不是讲的大通至圣佛呢 现在是释迦牟尼佛 重塑当时大通至圣佛的事实 给我们听 这个朱比丘是释迦牟尼佛对灵三会上的大众讲的 事实的情况是九远界前 成典界前的大通至圣佛的事实 而说这个话的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又是还有了 还有啊 前面是只讲过东方吗 史方大帆天王都是一样的 东南方也是如此 东南方五百万亿国土诸大帆王 各自见宫殿光明照耀 细所未有 欢喜踊跃 深稀有心 跟前文第一段是相同的 东南方的五百万亿国土 所有的大帆天王 他们各个见到自己的宫殿光明照耀很熟生 从前不曾有过 多一倍的光明不曾有过 大家很欢喜很踊跃 踊跃表示他的欢喜的情况 内心欢喜 欢喜到要跳跃起来 深稀有心 不曾有过这种的境界 稀奇少有 大家都觉得很稀奇 那么第二 就是夫妇下问决 既够相依 共义此时 实比重中 由一大帆天王 明月大悲 只是名字不一样 东南方的五百万亿大帆天王 开会了 开会他的 站出来领导的 那么这位天王叫做大悲 可见他们都是菩萨实现 不是菩萨哪里有大悲 所以这个大悲 就是表示他度众生的大悲性 可见他是菩萨继位 来行菩萨道 大慈大悲 度化众生 所以这个东南方的五百万亿天王当中 有一位叫做大悲天王 为诸番众而说句言 开会的时候就对大家说出下面的句送来讨论了 看这个光相的原因 是是何因缘 而现如此相 这是什么因缘呢 有这种的光明之相显现了 这个瑞相从何来 我的祝宫殿光明西温游 我们的宫殿的光明呢 从前没有那么光 今天多一辈的光 从前不曾有光 为大的天生 为佛出世间 这就是两种 可能是有点这两种情况 不晓得是大的天 受生 生在天上 还是世间有佛出现世间 除了这两种之外 没有其他的 只在这两种 必定有一种 未曾见此相 当共一心求 这个相不曾见过 他们都没见过 现在我们应当要一心 专一其心 来去追求 这个瑞相显现的地方 过千万亿图 寻光共推之 从东南方到西北方去求 那么大通知神佛的地方 就在他的西北方了 过千万亿的时间 也要去寻求 寻出这个光的来源的地方 共同往那个地方去推 去寻找 都是佛出世 度脱苦种生 这位大悲天王 比前面东方天王要聪明 他认为 他认为在这两种当中 佛出现世间要占 十分之七 多 十分之七八 我想 十分之七八的原因 是佛出现世间 只有十分之二三 也许是天人 大得天生 很可能是佛出现世间 才有这个大光明 因为他要度脱 一切苦恼众生 所以都是佛出世 度脱苦种生 东南方的大悲天王 特别聪明 你平常也在读法法经 读法法经 读到这里 都是哇啦哇啦 一直念下去就算了 那么里面的那些 韩子道理 都不会也很用心的 很细的去体会 那么这就是显示 同样的文字 有跟前面不同的地方 前面是两种 齐头冰冠 一样的看法 都是五五波 两种五五波 也可能是大得先生 也可能是佛出现世间 东方认为是五五波 现在 这个东南方的大凡天王 大悲天王 他就认为都是佛出现世间 因为他有多多苦种生 才有这么殊胜的瑞相 那么这就占了最起码 十分之七之八 那么大得天生 顶多只有两 十分之二三 那么他的见地 要高明得多了 也许是翻译 这个当时编写这个文字的人 显示出 这个不同的文项也不一定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文字看起来 就是大悲天王 他的见地 要比前面的 就一切天王 要高一点 第三 寻光见佛 而使五百万亿诸 诸翻天王 与宫天聚 各亿一街 成诸天花 共亿西北方 推寻四相 这望光的来源 因为他们在东南方 光是从西北方照来的 所以就往西北方去找 找啊 推寻就是找 找出这个瑞相的来源 光相 看在什么地方来 来到大通至圣佛的世界了 见大通至圣如来 出于道场 菩提收下 做诗子作 诸天龙王 千德波 金罗罗 摩霍罗奇 人 非人灯 恭敬围绕 极见十六王子 请佛转法轮 这跟前文完全一样 来到大通至圣佛的世界 看到大通至圣佛 成佛了 坐在菩提收下 还有好多的天龙八部 都来围绕身边供养佛 复持佛 还有十六王子 竟在请佛说法 可见他们十方是同时 十方跟十六王子 请佛说法 是同时的 那么 然后第四 三叶供养 那么把他带来的宫殿 香花都拿来供佛 使诸犯天王 头面礼佛 饶百千则 既天花而散佛上 所散之花 如须弥山 并于供养佛菩提收 他们这些天王们来到佛前 都顶礼录礼拜 然后饶一百则 一千则 百千则 然后用天花 散在佛的上面 来供养佛 花很多 像须弥山那么多 同时也供养佛 所做的那个菩提兽 也供养菩提兽 花供养 一个供殿 奉上笔佛 先把花供养 然后用宫殿供养 而周世言 为见哀明 饶一我等 所现宫殿 焰随纳出 用说出话来 祈望佛慈悲 我所现的宫殿 请佛大慈大悲 怜悯我等 借助我的供养 随此来借助我的供养 同时也安住我的供养 而是诸范天王 祭义佛前一心通生 与俱颂缘 用俱颂赞叹佛 也同时表示供养 这个俱颂跟前面 当然就不一样了 圣主天众王 嘉临平学生 哀明众生者 我等金敬礼 出家人 如果成拜参 山拜水参 梁黄宝参 参文的开头 参头 参文的开头 这个念普贤普三 友谊普三 明月普三 那个文字前面 有的时候是后面 也有战佛的俱颂 他那个战佛的俱颂 就是用这四句 用这四句 假如你金敬读得很熟 我一念你就会想到 水参里面有 这四句话 水参里面有 梁黄宝参里面有 怎么有啊 他就是从法法间这个地方抄过去的 他为什么抄这四句呀 因为这四句战佛太好了 这是用战佛说法的声音属声 来表达战佛的用意 同时里面还有礼拜的意思在里面 也战也礼也共养 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 普贤行愿里面就占了三种的 有礼拜是第一 赞叹是第二 那么就一句诵来供养佛 赞叹佛的供养 这就是第三 所以这一首句诵说的太好了 那么因此 编这个颤文的人呢 就把这四句呀 把它抄到那个颤前面开头 表示赞佛 圣族 佛是圣中之圣 好像可以说是圣 圣人当中的领导者 所以叫做圣族 族啊是个领导 那么这个佛在一切圣人当中 他是圣中之圣 是圣中的领导者 所以赞佛为圣族 天中王 天 有些地方赞佛叫做天中天 各位记得吗 苏东坡 赞佛的那个句诵 第一句是 洗手天中天 毫光照大天 霸风吹不动 端坐紫禁连 天中天就是佛 就是佛 天中之天 这个天呢 不是指三界诸天的天 这个不是三界诸天的天 什么天 第一亿天 第一亿天 这个天 指诸法的离题 如如不动 诸法离题 本来如是的中道第一亿地之离 中道第一亿地之离 本来如是 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 这个真如自信 这个第一亿地之离 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佛所亲证的就是这个第一亿地之离 所以亲证这个第一亿天 正到第一亿天 佛为法中之王 所以呀 他以法得到究竟自在 正到第一亿天 得到究竟自在 因此称他叫做天中天 也就是天中之王 王者自在亿 就是亲证第一亿天 得到究竟自在 也就是我为法王以法自在的意思 这是战畔佛 佛的功的属胜 福慧二言 为圣中之圣 天中之天 所谓叫做圣主天中王 佳林平切是一种鸟的名字 佳林平切鸟 佳林平切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妙声 唯妙的声音 据说鸟类啊 佳林平切鸟啊 它还在这个蛋的壳里面还没出来 将要出壳 这个凡是暖身的众生啊 暖身的众生都要由这个 这个她的母亲 鸟母 来扶她 热度啊 扶她 扶到她成熟了 可以出来了 那么里面这个鸟啊 它的鸟嘴 尖尖的嘴巴呀 望着这个蛋的壳 一桌 一桌 这个桌的时候 跟这个鸟母 同时也要桌 我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说桌同时 桌 里面的鸟 鸡也是一样 鸡也是一样 它又从里面要出来 它里面的嘴巴要桌 桌 上面的这个鸟母啊 说 就是同时 共一个时间 里面的鸟要出来 桌 跟桌 里面桌 外面桌 这一下去 里面同时 这一桌 一裂 就开了 因为这个鸟母啊 它同时桌下去 要把这个蛋壳一甩 所以叫做 摔桌 摔桌同时 不能相差一秒间 这是非常奇妙的 众生的业力 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啊 人的胎身 没有这个现象 没有这个能力 卵身的众生 都是这样子 毕竟他要出来啊 他的磕很硬啊 他哪有 随便就能出来啊 他自己也不能裂开啊 所以他里面要用他的嘴巴 桌 他里面 因为他这个鸟子 还小啊 他力量不够 真的直直的桌 往上桌 鸟母 鸟母 桌 同时要摔 摔桌 同时 同一个时间 我没办法表现出来 这个要同 必定要同时 同一个时间 一秒钟都不能相差 假如鸟子先桌 而鸟母还没摔 他没办法出来 力量不够 没裂开 没有裂开 空气不够啊 就要无腹哀宅 就会死掉 这必定要同时 鸟母也不能先 先桌 他里面还没成熟 你把他空气拢进去了 也要死掉 必定要正好 读啊好 读啊好 这秒钟还没正差 刚刚好 读啊好 刚刚好 绝对要刚刚好 我这个书读得太慢了 如果早一点 如果我十几岁在家里 我就看这个鸟母 他这个小鸟出来的时候 我必定要等住来看 看他怎么出来 我等着看 可惜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书啊 二十多岁以后才读到 出家以后才读到 读到了 没有这个机会再等了 我也不好意思 回到家里等啊 那我的祖母也骂我 你在玩什么 你这孩子玩什么 出了家还玩这套 笑话 所以这种情况啊 我这是赵书讲的 我没看到 我没实际上看到 赵书讲 因为书里面说这个 摔桌同时 就是这个样子 他必定要同时 我现在说这个话 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家里面前 他要出来的时候啊 这一桌就会出声音 他从里面一桌就会出声音 并不是说他在蛋壳里面 就是哇啦哇啦叫起来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他就是要出来的时候 做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啊 他就发出声音来 他做 用力啊 他用力就发出声音 那个声音就很响亮 很好听 好听得不得了 他在这个蛋壳里面 刚要出来的声音 还在蛋壳里面的声音 就是那么响亮 那么熟细 那么好听 所以叫做妙声鸟 他没出来的声音 就是那么好听 那出来唱的歌 必定更好听了 据说这个鸟啊 大雪山里面有 喜马拉雅山 据说那边有 现在不晓得有没有了 按照佛经说 从前有啊 因为后人啊 都很喜欢把那些 很稀奇的动物啊 慢慢都把它消灭掉了 所以现在在世界上 有好多稀奇的动物 都慢慢都要遭到 这个灭亡的命运了 那么是 嘉丽命迹鸟 它的这个稀奇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声音 非常的响亮 要出来一桌 那个发出的声音 就非常之大 我记得从前 我都不是这样讲 只是说这个妙声鸟 蛋壳里面就出的声音很大 后来我才发现 不是这样的 它在蛋壳里面 它发生的是什么 它为什么也出声音啊 所以它这个出的声音 必定是要出来那个时候 做的时候 发的声音 做的时候发的声音 才妙 所以这个嘉丽命迹鸟的声音 很微妙 来赞叹佛说发的声音 赞叹佛说的 说发的声音啊 没有其他的声音 好比嘉丽命迹鸟的声音 最好听了 这里单说嘉丽命迹鸟声 实际上还不够啊 愣眼睛 愣眼睛啊 嘉丽先音 更好了 嘉丽先音 单说嘉丽命迹鸟还不够 它的声音最好 还不够 还加一个仙 仙人的音声 他因为他的这个气足啊 气 精气神啊 他锻炼的很足 所以他发出的声音 必定很响亮很好听 哦 嘉丽声音 那么这个 不但是嘉丽命迹 还加上仙音 来显示佛的声音啊 辨识方界 现在这里 只是用嘉丽命迹来赞叹 佛说发的声音 好像嘉丽命迹的声音 这两句都是赞佛 一方面赞佛的功德圆满 一方面赞佛的说发的声音 这个树雄红编 爱民众生者 我等敬敬礼 佛大慈大悲 联敏众生 这个人不是别的 就是佛 我们大家现在功功尽敬的 敬礼 就是五体投地 顶礼 恭敬的 顶礼于佛 同时也赞叹 也礼拜 也供养 世尊省西游 久远来一线 一百八十阶空过五有佛 见佛不容易啊 他们东南方那些大翻天王啊 他说佛出现时间很稀奇少有 很久远的时间才出现一次 佛出现时间 久远时间才出现一次 多久啊 一百八十阶 一百八十阶才出现一次 这个祝一生的大翻天王啊 未必就能见到一次佛耶 因为大翻天王 普通大翻天王 只有一百五十阶的寿命耶 他一百八十阶都没有看到佛出现时间 空过没有佛 这中间都空过了 没有见到佛出现时间 那么因此啊 三恶道充满 地狱恶鬼出生 三恶道都满满了 因为众生都造业啊 没有佛法嘛 诸天众减少 因为人都造业堕落 所以天上的天人慢慢就少了 经佛出于世啊 为众生作业 现在嘛 大通至圣佛出现时间 做众生的智慧严 众生好像是没有眼睛看一样 所以他会造业 现在佛出现时间 做众生的慧严 指导众生 开众生的眼眸 开佛之见 那么世间所归去 救父 佛为一切事间所归向 所归于所去向的目标 佛是世间所归去的 佛是救父一切众生的 也救度 也复持 对一切众生的 大慈大悲的功庸啊 就是如此 为众生之父 哀名饶义者 一切众生 看佛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所以愣言经说 亲奉慈言 亲奉慈言 言是庄严的言 言代表父亲 慈代表母亲 佛论他的慈悲这方面 好像母亲 论他的爱护众生的 这个庄严 为言方面 就像父亲 为众生之父 哀名饶义者 最慈悲 怜悯一切众生 饶义众生的 就是佛 我的俗父亲 今的只是尊 我过去是种下的福德 我自己庆幸 我自己今 能够现在遇到佛 只遇到佛 恭敬恭扬 表示欢喜 第五 秦转法轮 而是诸范天王 巨赞佛以过作誓言 文愿世尊 哀名一切 转以法论 度得众生 使诸范天王 一心通生 而说济言 这是幸福说法 大圣转法轮 显示诸法相 度苦恼众生 令得大欢喜 众生文此法 得道若生天 诸恶道坚烧 忍善者正义 这秦转法轮的文此 大圣是佛 转法轮 幸福说法 显示种种的妙法 的法相 说法 法相 法性都说了 度脱苦恼的众生 使令得大欢喜 众生听到这个佛说的法 或者得道 就出世间 或者是升天 得道升到天上 免治受三五道之苦 那么由此诸道就减少了 修忍入的 修善法的 就为正常了 那么天人也就正常了 这秦转法轮 第六 佛莫习呢 如来莫习 儿时大通至圣 如来莫然许致 那么东南方的 这个天众都请过了 他们佛坐在哪里 默默地答应了 这是东南方说完 欢迎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务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耶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屏东 庙云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施石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 屏东 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新路175号 恰许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龙瞻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供佛摘天即供颂普门品 恭请贵太法师 赞山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 地点 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许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参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那么我们接着说这个九五级一行人 他们离开了三叶寺 往这个涅塘的方向前行 途中呢 九五级的另一个大弟子 摩义师 在他的这个盛情 邀请之下 九五级便决定留在 拉萨小住 而且呢 就参观了 就现在的这个大昭寺 九五级刚到大昭寺门口的时候 就在迎请他的队伍里面 看到有一个身材高挑 皮肤泛白的人 对他大喊 欢迎大奔之道 胜利胜利 见到之一幕呢 九五级呢 立刻翻山下马 要冲过去 大家呢 一旁面面相去 一脸猛然 就问道啊 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 九五姐说 难道你们没看到 一个皮肤很白的人吗 大家纷纷点头 都说啊 看到了啊 那有什么特别的吗 尊者答道啊 那位是我的本尊观音菩萨 我想到面前去 礼拜 但是追不上他 不管怎么说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就是九五姐 就进到大昭寺里面 进行参观 当时呢 他见到一尊 土博时期的 国宝级观音巷师 心中为之一震 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比这更惊艳 更殊胜的观音圣像 他跟个观音本尊呢 毫无二致 于是呢 就做了许多许多的供养 接着呢 尊者又见到九五佛 他再次发出感叹 这跟释迦摩尼佛 没有任何差别 这就是佛陀本尊 于是呢 就马上找来了一位 尼泊尔 也有可能是 印度的一个画师 吩咐他 画一幅坦卡 要跟九五佛 一模一样才行 于是呢 这位画师就画了一幅 五尊佛陀 九五姐一看呢 说道不像不像 重新画 所以呢 画师又画了一幅 可九五姐呢 仍觉得不够满意 总之呢 就这样 反反复复 一共画了七次 终于呢 到了第七次的 第七幅的时候 九五姐才 比较认可 于是呢 就把支付坦卡 留在了他的身边 作为这个 祈祷的对象 后来呢 虽然呢 他想把支付坦卡 寄回印度 但一直没有机会 最后呢 支付坦卡 就留在了 也当死 至于现在何处呢 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那么九五姐在住在这个拉萨的这段时光呢 莫医师等很多人呢 从尊哲处啊 领受了很多惯底 同时呢 他们也一起翻译了 度母成就法等等 不少的这个秘法典籍 尤其是在莫医师的恳求下 九五姐开演了中观新论事 思泽业 当时所讲的这些内容的 精华和口诀呢 都被翻译成了藏文 现在也可以看到 与此同时呢 尊哲也讲说了一些有关绿典的内容 不管怎么说呢 九五姐来到藏地之后呢 原本呢 心里有一些弘法力胜的想法和打算 比如说呢 上堂课我们提到啊 小乘有四个根本部派 大众部 说一切有部 上座部和正两部 而当时呢 藏地的僧人 所受的这个出家戒 全部都是来自这个说一切有部 而九五姐呢 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戒传 也都传入藏地 这样一来呢 藏地就可以完整的具备三个部派的僧团 但是呢 由于在此之前呢 印度的部派之间就有互相争吵不合的先例 因此呢 专门登巴就觉得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就制止了九五姐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 所以呢 甚至今日呢 藏地所有的僧众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僧团 僧团 总而言之呢 九五姐的这种种种计划呢 最后最后呢 都未能实现 连他自己也感叹到啊 不让我讲秘法 不让我讲这个朵花金刚歌 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见 那我来藏地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呢 几十年之后 米勒热巴尊者也曾经对港伯巴这样说过 藏族人太笨了 不让阿底侠尊者这样的精通秘法的人 讲说秘法 简直就是愚笨至极 我本身就学走 那我家的东西 我本身就学过一条 很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